2月22日下午,广州市召开立新沙大桥突发事件新闻发布会,通报立新沙大桥突发事件救援情况及下一步搜救措施。 据通报,22日5时31分左右,佛山级集装箱船梁徽688轮在航经南沙红旗立水道时,因船员操作失当,梁徽688轮左衔船身触碰立新沙大桥下行通航孔18号桥墩。 随后船头再次触碰下行通航孔19号桥墩,致使该通航孔上的桥面断裂。 今河时,共有四辆车和一辆电动摩托车从断裂去坠落,其中一辆空载中巴车,一辆货车和一辆电动摩托车坠落到梁徽688轮船窗内,两辆小货车掉落水中。 在该事故中造成五人死亡,两人在医院救治,目前生命体征稳定,造势船没的一名船员受轻微伤。 广州市交通运输局总工程师邹小江在发布会上介绍,目前立新沙大桥除19号墩靠主桥侧挂梁塌落外,被撞受损的19号桥墩倾斜严重,存在近一步失稳风险。 为避免发生次生灾害,需要进一步对可能受影响的19号墩到20号墩跨梁进行拆除,以消除安全隐患。 目前,交通部门正在组织调集适用队伍和所需的大型机械设备,抓紧开展现场的排险。 在现场险情完全排除后,将对桥梁的损坏情况进行进一步的检测评定。 根据检测的结果,确定桥梁加固修复的方案,尽快实施以恢复交通。 据了解,2019年,立新沙大桥引桥香梁出现较严重病害,限制车货总重15吨以上车辆通行,也曾开展防撞加固施工,且施工出现过延期。 对此,广州南沙开发区管委会秘书长欧阳刘斌在当天发布会上做了相关说明。 关于施工延期的情况说明如下,2021年10月,为集成辖区内农村公路通行桥梁防撞能力,南沙区实施广州市南沙区通行桥梁防撞能力加固提升工程。 工程包含两座桥,立新沙大桥,高新沙大桥。 其中,2022年12月,立新沙大桥防撞加固工程已完成施工并投入使用,高新沙大桥防撞加固工程正有序推进中。 鉴于盖项目整体建设内容包含高新沙大桥及立新沙大桥两座桥。 因此,省交通厅于2022年8月对整个项目发布施工作业延期通知。 于1994年4月建成通车的立新沙大桥,位于广州市南沙区万寝沙镇。 桥梁横跨红旗立水道连接三明岛,是三明岛通向外界唯一的陆路交通线。 该事故也导致三明岛的供水管道断裂,岛上居民生活保障成为焦点。 出行保障方面,事故发生后,我区立即协调两条轮渡船,保障居民和货物运输,全力确保村民出行。 二是用水及生活物资保障方面,事故发生后,通往三明岛的供水管道断裂。 三五九十,我区已组织十台送水车,提供岛内居民用水,并加快修复供水设施,加强生活物资保障,分批次浆、矿泉水、米油、水果蔬菜等物资供应上岛。 在事故调查方面,广州海事局副局长尹强表示,广东海事局已成立事故调查组开展调查取证, 海事部门也已会同公安部门对赵世传责任人进行控制。